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不明朗 亚洲领导人和代表团 竞相前往美国 同特朗普或是他的过渡团队会晤 希望建立互信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启程前往美国 预计今天就能同特朗普在纽约会面 安倍也成为第一位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海外领导人 安倍在前往秘鲁出席亚太经合峰会前 途经纽约 两人的会面将受到国际密切关注 因为这可能为特朗普班底的亚洲外交关系奠定基调 日本媒体报道 安倍希望能同特朗普建立相互信任关系 预料双方将讨论自由贸易和跨太北洋伙伴关系协定 同时韩国也派国家副安全顾问赵太雍和代表团到华盛顿 同特朗普的过渡团队会面 讨论两国关系朝鲜核问题和经贸关系 特朗普在竞选时 杨连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并要日本和韩国这些盟友 承担美军驻扎日韩等国的更多费用 他的言论在亚洲国家掀起不少波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连采取贸易